攻略任务结束后 柳如烟逐渐忘了和我相爱的一切 却和男主越发清静 在我心脏病发 冰死之际 她选择了去就从薇娅掉下 擦伤了腿的男主 我放弃了治疗 只为了医院跑出来见她最后一面 她却疑惑地问我 你是谁 柳如烟终于取得影后的那天 高调宣布了她与男主的婚讯 我死了心 决定离开 可在我准备脱离这个世界时 她却后悔了 她疯了般从婚礼离开 来到我的面前 红着眼 眼里满是哀求 羞彻 不要抛下我 求你 我端着早饭进入房间 却对上柳如烟一瞬间茫然的目光 一个可怕的猜测划过我的脑海 我颤抖着伸出手 心抖得厉害 如烟 你 语人突然笑了起来 挑起来 冲进我的怀里 双手紧紧抱住我的腰 话里满是欣慰 逗你的 被吓到了吧 她没听到回音 侧头来看 才发现我抿住唇 侧过了身 说不出一句话 她有些讶异 随即慌张地把我抱住 她低声下气地给我道歉 羞彻 是我错了 你是我最爱的人 我怎么会忘记你呢 男子汉大丈夫 只是一个小玩笑罢了 我抿着嘴看她 或许柳如烟没有意识到 过去的她 从来不会开这样无趣的玩笑 在僵硬的对峙之中 我轻轻擦去了眼角的一滴泪 认识这么久以来 柳如烟从未见我哭过 我一直是站在她身后坚实的避风港 或者她不受风浪的影响 我第一次这么脆弱 柳如烟手足无措 试图安抚我 羞彻 你相信我 我爱你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这只是个玩笑而已 但因为我很清楚 不是的 这个事实一日比一日更加清晰 我和柳如烟 终究会形同陌路 冰冷的电子音在我耳畔响起 像是地狱中传来的低音 宿主 攻略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知道你不愿意离开 我好像能听到电子音中的叹息 但是我需要再提醒你一遍 宿主 你不是第一个攻略任务成功后 想要留下的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这些人 无论曾经和女主有多么的相爱 都留不住女主的心 女主是会变的 而柳如烟 已然变了 她没有吃 我给她准备的皮蛋瘦肉粥 随手把它倒进了垃圾桶 一回头 我站在她身后 望见柳如烟慌张的面容 羞彻 我只是最近在减肥 不能吃有油脂的食物 我不是 她想解释 我只是回应 没关系 我明白的 我都明白的 电子音如影随形 女主只会和男主在一起 这是命中注定 羞彻 你是不是还在生气 我闭上眼 在柳如烟担忧的眼神中起身 轻轻抱住了她的肩膀 如烟 我没事 我就是 做了一个噩梦 一个即将永远失去你的噩梦 那一日之后 柳如烟好像被我的眼泪吓住了 把我当成个挂件 拍什么戏都要我在旁看着 明灵演的是青冷小师妹 看向我的时候 总是露出大大的笑容 阳光的不像话 剧组的人不清楚我和她的关系 还以为我是她新找来的助理 柳大明星真是喜欢你 你瞧瞧就这一个小时 她往这里看了多少眼 她从口袋里掏出几颗糖 看看 还拿东西贿赂我 让我照看着你点 生怕你受委屈 你小子该不会是她的什么相好 把她撞了我一下 真是有福哦 有这么的大美女记挂着你 我也跟着笑 心中却忍不住不安 我试图劝说自己 柳如烟是在乎我的 但她始终不愿意承认 我的存在 即使听到了我和常务的对话 也只是默认 她好像并不愿意在外 表现得和我很亲密 我紧张地盯着 每个接触柳如烟的男人 就像恶龙护卫着 最闪亮的那一枚宝石 生怕男主一出现 柳如烟就会立刻抛下我而去 可是 无论我怎么提防 好像都挡不住所谓剧情的魅力 我只是去帮忙搬了一些道具 回来就看到柳如烟和一个男人聊得开心 脸上满是温柔 剧烈的不安侵蚀了我的心 如烟 你们在聊什么呢 我拼命走在两人中间 在男人亚裔的眼神中 倒映出我扭曲焦虑的脸色 没什么 就是聊一些演戏技巧这样的回应 让我更加焦躁 我却控制不住了自己 聊技巧 怎么还跑到角落来聊 很正常的问话 柳如烟却陡然拉大了声音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和江炎只是沟通一下演戏问题 她意识到剧组的人都看了过来 语气染上了不满 羞彻 你不要一声一轨的 我们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吗 我平静地看着她 心止不住地抽疼 可他们的样子 实在算不上清白 男人的视线在我们之中扫了一圈 拉着柳如烟就要走 走之前还在火上浇油 柳小姐 你的助理情绪这么不稳定 不如换一个新的 听话点的 不是更好 我的视线紧紧跟着柳如烟 柳如烟僵硬了一瞬 没有反驳 就这么跟着她离开了 我站在原地许久 只收到了一条短信 是柳如烟发来的 可能有狗仔在抓怕 要避嫌我吃笑一声 原来我们已经到了要避嫌的地步 如此陌生 夜晚 柳如烟回家 看我一个人坐在沙发里的阴影里 好像又恢复了我熟悉的样子 羞扯 你不舒服吗 我说不出话 只是尼南 如烟 我好怕怕你不在 怕你不再爱我 怕我的留下 是个错误的选择 她安慰我 主动亲了上来 反复承诺 不会的她的身体贴入我的怀抱 我的心却如寒冰般冰冷 我眼睁睁看着 没过几天 她好像忘记了自己恐高 为了那个挑衅我的男人 坦然接下了危险的威亚戏 她从地上升起 飞上高空的那一刻 我的心却沉入谷底 色得发苦 第二张男主 那个让柳如烟屡屡破例的男人 叫姜妍 那个 在我面前拉走柳如烟 让柳如烟发消息 让我避嫌的 也是她 柳如烟明明日日在我眼前活动 却不知何时和她亲近了起来 她和柳如烟表演的小师妹 在剧中是命定的一对 却因为恶毒男配的阻拦 迟迟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缩在剧组阴暗的一角 努力劝自己不去看他们 清净暧昧的戏份 电子音再度出现在我的耳畔 宿主 姜妍就是本世界的男主 从她出现的今日开始 世界线将逐渐回归正常 我从牙缝中艰难挤出几个字 什么叫正常 不过我和柳如烟相爱的过去 让柳如烟爱上男主 爱上姜妍 这就是正常吗 电子音顿了一下 她说 是的 电子音顿了一下 还想说点什么 但又没了动静 我没有追问 手指捏得越来越紧 指甲陷入肉里 刺得生疼 电子音不再出现 我站起身 发现剧组的人 已经散了一半 我抓住昨日和我聊天的人 询问道 柳如烟去哪里了 她有些错愕地看着我 她已经坐保姆车走了 你怎么 她顿了一下 她忘记把你这个助理带走了吗 我还以为 她还挺喜欢你的 她说 看来是我看错了 我哑然无声 原来已经如此明显 我那么爱柳如烟 怎么会没有发现 柳如烟的心已经变了 这是她第三次把我忘在了剧组 我低头 手机上有多通柳如烟的未接电话 我打过去 那边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很熟悉 我今日还听过 是江炎 你找如烟吗 她现在在洗澡 没有空 你有什么事可以先和我说 我挂掉了电话 气得摔掉了手机 看着阴云密布的天 已经开始下起了稀稀利利的雨 后来 我是淋雨回家的 我的眼神晦暗不明 柳如烟开门看到湿答答的我 好像终于唤醒了记忆 她赶走了声称是家里水管爆调 要借宿的江炎 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 雨声很大 我只能听到沉闷的回响 柳如烟一声声地道歉 对不起我搂着她 却无法坦然地说出没关系 我紧紧地抱着怀里的温暖 就像将要溺死的鱼 渴求着一丝生机 这一次 是我用了苦肉计 可是下一次呢 再下一次呢 我能永远拉得下脸来演这种戏码吗 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 难以分辨 可是我没想到 只是这么短时间内 柳如烟变得如此彻底而陌生 第二天 柳如烟不顾众人的阻拦 又上了威亚 我站在下面 阳光刺眼 我看不清她的神色 明明她是那么恐高 因为小时候从楼梯上跌下 摔成了骨折 所以即使是去爬山 也只敢待在半山腰的亭子里 缩在我的怀里颤抖 一点也不敢往下看 我太熟悉她了 仙气飘飘的背景下 柳如烟宽大袖子里的手不断颤抖 脸上却满是平静 她还是怕 这场戏她本可以不用上 但是江言说她害怕 一个男人 竟然可以演出如此绿茶的桥段 让一个弱小的女孩顶着恐惧 不顾安慰地陪她 她怎么敢 我心疼得难以复加 却毫无办法 这幕戏 是恶毒男配被江言饰演的 师尊角色一见斩落天际 从此再也无法阻拦 她和小师妹结为伴侣 不知是不是巧合 我正好站在了她见所指的方向 她冷着脸 锋利的剑锋反射出的湖光 照在我的脸上 我躲避不去 她命中注定要和我在一起 你为何一定要痴缠着她 不肯放手 就算她对你有点勤奋 但漫长一生 你不过是她人生的过客 她终究会忘记你 她死死地盯着我 就好像这话是对我所说 你为什么不放手 你还在等什么 靠着一个女人的怜悯留下 你还是个男人吗 恶毒男配被斩落天际 我也跟着转身 我想或许该放手了 流泪只是一时的懦弱 此时的我痛苦 却更多演变成了愤怒 清醒的可怕 只是我不舍得 随之而来的 是心脏传来一阵剧烈的脚痛 在无人注意的角落 我狼狈地倒下 像一条冰死的鱼 系统的电子音在我耳边响起 宿主 检测到你的生命遇到危险 请立刻前往医院治疗 明明是冰冷的机器声 我却从中听到一丝温度 空荡的世界里 响起冷酷的系统音 警告 检测到宿主生命垂危 如果没得到治疗 宿主的心脏将在五分钟后停泊 请宿主选择是否脱离世界 刺眼的红色字体扎得我眼睛生疼 我拒绝脱离 请宿主慎重考虑 如果拒绝脱离 如果拒绝脱离 有可能立即死亡 我闭了闭眼 坚持选择 拒绝脱离 我总是想赌一个可能 我在想 柳如烟爱我 她会选择我 原本以为我这一条命 今天就交代了 睁开眼 却发现我已经躺在了医院 是如烟吗 会是她吗 是不是她想起我了 是不是她脱离了系统的控制 你的心脏情况已经很不乐观了 为什么不早来医院 如烟呢 她怎么不陪在我身边 我急切地问护士 却见她一脸疑惑 你是说那个大明星吗 和她演戏的姜岩摔破了皮 她正陪着呢 我按照护士说的门牌号 找到了柳如烟 此时她正温柔地举着汤勺 一口一口给姜岩喂粥 烫不烫 这个味道你喜欢吗 不喜欢我再去给你买柳如烟的声音异常温柔 她满眼都是姜岩 两个人坐在一块 就和神仙眷侣一样养眼 如烟我叫她的名字 她转过头来 看我的目光里满是疑惑 你是谁 我一直不住地红了眼 我知道 她应该是又忘记我了 但是凭什么呢 凭什么我的爱人要被迫忘记我 她不应该忘记我 也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回忆 系统冰冷的声音又响起 她一遍一遍地提醒我 她会就这样子慢慢地忘记所有 你还在纠缠什么 我警告过你 你不可能改变这一切 不是没有人试过 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爱上别人 别挣扎了 跟着我继续去下一个任务事件吧 我没同意理会系统 我只是颓然地站起身 我生平第一次抛弃了柳如烟 没有像过去一样默默等待着她 既然她想在医院陪着姜妍 就陪着吧 我顶着一身伤痛 独自回了家 我知道 我一直在逃避着面对现实 但如今 我该面对了 第三章情话 我翻看着书房里一本厚重的日记 上面用凌乱的笔记 记录了我和柳如烟的点点滴滴 我们相爱 我陪着她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龙套 变成如今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变成如今这副 不爱我的模样 这是柳如烟的日记 日记越到后越潦草 泪水蕴染了字迹 把那一句又一句的对不起 变得模糊不清 就像柳如烟的记忆一样 其实我一直知道的不是吗 我无数次路过书房 却只听到女人压抑的哭声 她对我们相爱的记忆 正在逐渐消失 她忘得越来越多 所以只能全部记在本子上 她在所有她有可能接触的地方 都留下了我的名字 和书房日记的位置 她努力提醒自己 她爱我 可是到如今 或许爱这种感情 已然快要消失殆尽了 我合上了日记 我始终明白这一点 总有一天 她会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到了那个时候 日记里的文字将对她毫无意义 就仿佛别人的人生 一本已经走到结尾的一小说 昨天我偷看日记的时候 被发现了 我的腰被一个温热的怀抱搂住 我没有回头 却感觉有什么液体 顺着我的衣服留下 柳如烟没有让我看见她哭 她的语气中满是不安和无措 她只能和我道歉 羞扯 对不起她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记不清 我们的过去了 她哭得很厉害 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女孩 羞扯 我不是故意的 她紧紧抓着我的手 眼里满是不安 你不要离开我 求求你 我的心揪痛 却扯出了一个笑 我转身想把女孩搂在怀中 却只是一团虚无 昨日的记忆破灭成泡沫 我朝空气拥抱 就好像柳如烟在我眼前 我想 只要柳如烟还记得我一天 我就会永远陪在她的身边 我终于能坦然地说出 没关系 这不是你的错 只是 人永远欺骗不了自己 我发疯一样打开手机里的相册 里面满是我们的回忆 照片里柳如烟笑颜如花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记录 她每一次的拍摄现场 我都在 我的每一首歌都是有关于她的 我登录上我们共同的账号 快步上前抓住她的手 你看 如烟 这里面都是我们的回忆 你看完了就会记得我是谁了 你快看啊 你快想起来啊 想起来我到底是谁 能不能 不要忘记我隔日 我还是没放心下 咳出一口血 我用纸巾擦了擦嘴角 去了医院 打开病房门的时候 柳如烟当着我的面和姜岩抱在了一起 她看着推门而入的我 一脸错愕 又是这种陌生 仿佛我们是陌生人的感觉 我看着柳如烟 心如刀割 系统悠悠地开口 你要是听我的话 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 你知道你身体现在有多么糟糕吗 我知道 我呼吸之间 都像破裂的风箱 疼痛难堪 如烟 你们怎么 她一时沉默 没有说话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或许我早应该听系统的 这一切是我改变不了的事实 我妄想违背剧情的意愿 却根本没有考虑过 我根本没有那个能力 第四章交易 我终究没忍住掉下眼泪 柳如烟这才如梦初醒般站起身 不是你想的那样羞彻 我和她只是普通朋友 她咬了咬嘴唇 慌慌张张地解释着 我喜出望外正想走上前 僵言又讽刺地开口 柳小姐 我早说你应该换一个助理 以为她是你男朋友吗 怎么现在还管上你了 柳如烟没有反驳 只是坚口不言 我安慰的话耿在喉咙 再也没有说出口 经纪人识句请我出去 记不清我是硬生生被拉出来的 还是自己走出来的了 手机铃声打断我的思绪 是柳如烟的信息 经纪人在 我不想被她说 你懂事一点关上手机屏幕 无力感渐渐淹没我 夜晚 柳如烟终于忙完回家 这时候的她手里拿着机票 一脸温柔看我 修彻 这件事情是我对不起你 但我已经和经纪人请好价了 我想和你一起去找回那些 我记不清楚的回忆 不要离开我 好吗 修彻 我和姜妍真的没有什么 我爱的人只有你 就算忘记全世界 我也不想忘记你 那瞬间的惊喜包裹了我 我感觉呼吸都顺畅了几分 柳如烟不知道我等这些话 等了有多久 我只感受到原本空空荡荡的心 又重新开始跳动 这转机我不知从何而来 但只要有一丝机会 我绝对不会防守 我想 我是不是 还可以继续拥有它呢 不就是记忆 如果它忘记了 那我们就和它说的一样 重新去那些地方记起来 我抱紧柳如烟 像是抱着最重要的捧物 如烟 不要忘记我 它说 好这或许是这段时间来 我听过最动听的话 为了恢复记忆 我们去了江南 这里山清水秀 是它最喜欢的地方 也是我们第一次遇见的地方 在这里 我接到了攻略任务 让柳如烟爱上我 我就可以领取到 不菲的生命值 我生来就是攻略者 在柳如烟前 也已经攻略了 大大小小的主角 原本我以为 柳如烟也和它们一样 不会让我动心 但在见它的第一面 我就被它吸引了 那时江南正下着小雨 天气雾蒙蒙的 流浪小猫饿的 前胸贴后背 我就是那个时候 看见的柳如烟 它穿着江南的旗袍 温柔地给小猫喂吃的 手里的酥饼 被它细心分成小块 递给小猫 我看见它的黑发 垂落在地面 雨就在那时 莫名有了形状 我觉得它和别人 是不一样的 你说那猫还在吗 我拉着柳如烟 在曾经遇见的路口停下来 想带着它慢慢地回忆 我一句一句 满是感念 说着我们的相遇 柳如烟却突然出口 打断了我的话 不知道 不就是一只猫而已 不在就不在了 它的语气淡然 半点都不像 我曾经遇见过的模样 我看着它现在的样子 只觉得陌生 不知道它到底是记得 还是不记得 那些关于我们的回忆 好像现在只有 我觉得是重要的 哎呀 那猫肯定没事的 我饿了 吃东西去吧 它一边回信息 一边拉着我往前走 我无意中低下头看 发现聊天框 显示的是僵严 第五章赌注 再陪它逛街 陪它逛街 一个男人还要你陪着 如烟 你实话告诉我 他是你男朋友吗 不是男朋友 只是一个比较 要好的朋友 要好的朋友 聊天记录里 两人的暧昧 已经快一出屏幕 原来我只是柳如烟的 普通朋友 突然觉得好笑 大概是在笑自己的愚蠢 正想转头就走 却又被他拉住 修彻 你不是说过 喜欢吃这家的东西 快点你喜欢吃的 他没看我 只认真的和服务员 点着菜 不要洋葱 我先生吃不了 我洋葱过敏 原来他还记得 我盯着他看 柳如烟 好像总是这样 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 他总会释放 那么一点点的温暖 让我始终 没能狠地下心离开 暴躁的心突然被安抚 我安慰自己 算了 如烟只是被系统的 世界控制了 他是爱我的 对吧 我看着他亮晶晶的眼 问自己 可一时间 答案却怎么也出不来 菜刚上棋 他的手机铃声 突然响起 从前他的电话 我在的时候 都会免提 那时他会温和笑笑说 笨蛋 因为我想给你安全感啊 这一次 他只看了我一眼 就急匆匆站起身 自己跑到窗口接听 我听不见是谁 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只知道在接完电话后 柳如烟就拿起包准备走 你去哪儿 柳如烟眉头紧皱 一脸焦急 江炎在医院 又不小心摔了一跤 好像情况又严重啊 我去看看 你自己玩 没等我继续说什么 他留下的 就只剩一个背影 他走得决绝 好像现在江炎 才是他的男朋友 看见了吧 柳如烟根本不爱你 你不就是一个 小有名气的原创歌手而已 比得上我嘛 我只要挥挥手 柳如烟就会乖乖地过来找我 他只是可怜你 可怜你这个男人 没了他步行而已 赶紧走吧 不要耽误他 陌生的号码发来短信 我不用想都知道 对面是江炎 他字里行间 都是对我的嘲讽 自信满满觉得柳如烟 一定是他的 可如果没有系统的控制 柳如烟是不会忘记我的 我们还是可以 和从前一样好好的 我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 我叫出系统 和他进行交易 我要用我之前任务 所有的成就和生命 来换我继续留在这里一个月 我要他记起我 和我有一个结局系统 听完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你疯了吗 为了一个女人 你要放弃你拥有的一切 你知道吗 我测算过 你成功活下来的几率 只有0.05% 要不然 我为什么一直劝你走 我是在救你 我是不可能同意的 你立马进入下个攻略世界 我没有功夫在这里陪你玩 我一把拒绝系统发来的攻略的请求 心里的念头越发坚定 如果你不同意 那我立马自爆 相信在所有攻略者当中 能比得过我的寥寥无几 更何况我和你绑定了 如果我自爆 你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去 我表面冷静 衣袖掩盖下的手 已然攥成拳头 我永远在赌 但这是最后一次 一个月就好 如果这一个月柳如烟还是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回忆彻彻底底记住 那么我就愿赌服输 永远都不能复生 第六章错觉 不自量力系统只留下这一句话 我知道他同意了 我们这种人生来就为系统所谓的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既然如此 我自私一点是没关系的吧 如果这一个月你还是不能让柳如烟记住你 那你就会失去一切灰飞烟灭了系统继续警告我 他冰冷的机器声也罕见的带上点感情 我不后悔 也绝不后悔我坚定无比 系统还是答应了 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带着他走遍了过往去过的所有地方 柳如烟好像想起了一切 他的眼睛中闪着泪 羞彻 你辛苦了 以后 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忘记你了 我如是重负 我的如烟终于又激起我了 他终于可以是他自己了 现在的他应该正在剧场拍戏 他的梦想是成为影后 而我只想成为他累了时可以依靠的港湾 我为他准备了一桌子他爱吃的东西等他回家 上次去江南他走后我又回到了巷子口 这一次终于看见了当初的流浪小猫 他正舔着地上的脏水 我没多思考就带着他回了家 柳如烟看见他也会开心的吧 小猫很乖 柳如烟回来时他已经睡着了 回来了如烟我想上前抱抱他 守到他面前时却被他躲开 我今天有点累了 羞彻他语气冷淡 声音疲惫 甚至看我的眼神还有一丝厌恶 你是不是又忘记我了 我问他 想看清楚刚才是不是错觉 下一秒怀里多出了个人 柳如烟胸前蹭了蹭 别多想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我紧紧地回报他 我太害怕失去他了 吃完饭他早早就睡了 看着他的睡颜 我总觉得熟悉又陌生 心里隐隐开始不安 这不安在我第二天 陪他拍戏实验症了 这场戏是江炎抱着柳如烟 诉说心意 也是他们历经千辛万苦 在一起的戏 我爱你 就算你不愿意承认 你已经爱上我了 我也爱你 你对他根本不是爱 只是可怜 是感谢 你只是想谢谢他 陪在你身边这么久而已 你根本不爱他江炎说着 眼睛放在我旁边的镜头上 忽然他朝旁边看 猝不及防地和我堆上视线 你爱的是我 不是其他人 心开始躁动不安 柳如烟依靠在他的怀里 郑重点了点头 可怜不是爱 这下子我彻底明白了 这场戏他们演得很好 片场的所有人 都被带入了进去 我的存在 就像是剧里的男二 所做的一切 都不过是为男女主做的铺垫 但偏偏我们都不服 拥有过又怎么会甘心失去 我拿我所有的命 来赌一个可能 我赌柳如烟对我的爱 可以超越所有 就像我对他一样 我拿着皮蛋瘦肉粥 等在一旁 这场戏需要柳如烟枯 这对他的体力消耗是大的 他接过助理递过去的毛巾 我将瘦肉粥倒出来 正想喂他吃 却被他一把躲过 其实剧场里的所有人 都对我们的关系 心知肚明 在这个管理严峻的剧目当中 出现狗仔的几率 微乎其微 第七章热粥 我不想被狗仔拍到 影响我的职业生涯 又是这句话 又是一样的解释 似乎是看出来我情绪不好 他带着我进了更衣室 休彻 你知道我一直都想成为影后 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差错 那么这一届的影后 和我肯定是无缘了 他轻轻地靠在我的肩膀 见我不做反应后 又迅速轻了我一口 从前他这一招百事不爽 但是在江炎代表的男主出现后 他已经很久没有对我做过了 我有些惊喜 却也还是恐慌 我低下头对上他的眼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感觉这双眼里 多了许多我看不懂的复杂东西 他陪在我身边看剧本 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 我起身到处找柳如烟 路上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看我的眼神都十分怪异 到处都找过了 但就是没有柳如烟的身影 我的脚步停在了江炎的休息室 里面传出谈话声 你身体不舒服 别吃这些了 这是皮蛋瘦肉粥 你吃了吧 柳如烟温柔地对江炎唠叨 手里的皮蛋瘦肉粥 是我熬了一晚上的 我熬的不多 只准备了一人份 他宁愿自己不吃也要给江炎 让江炎养胃 谢谢了 但不需要了 我想我们需要保持距离 毕竟你是有男朋友的人 江炎冷淡拒绝 精致的脸上面无表情 但就这一副不耐烦的模样 让柳如烟招了急 不要闹脾气 这个你喝了对身体好 他熬了一晚上 味道不错 听你这么说 好像他就只是个厨子 江炎继续嘲讽 柳如烟也没有反驳 他只是放下保温杯 接着打开 一口一口喂给江炎吃 两个人浓情蜜意 看起来才像是男女朋友 我握紧拳头 拼命压抑住心中的怒火 但终究还是没忍住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推开那扇门 周围人已经开始看戏 我冷淡看着面前的两人 周好喝吗 不怕我放了老鼠药 柳如烟在看见我之后 神色慌张 站起身来 离江炎远了许多 他想拉着我离开这里 却拉不动我 柳如烟 究竟谁是你的男朋友 这是我第一次 把这件事情放在明面上说 即便所有人对我们的关系 都心知肚明 但柳如烟却一次都没有在外人面前 正面承认过和我的关系 每一次的借口都说不想影响他的前途 但我在这个世界的身份 其实也是知名歌手 其实已经隐退 也没有那么有名气 我也不是那种会拿不出场面的男人 究竟是怕影响前途 还是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头路 我看不清楚 别闹 有什么事回去我再和你解释 柳如烟依旧不想回答 剑拉不动我 着急的眼眶发红 最后只能依靠在我耳边 低声求我 修车 给我点面子 好吗 我最终还是心软了 任由他将我拉走 但这件事情却并不会就这样结束 回到过来的房车后 柳如烟才终于撒开我的手坐了下来 他的表情轻松了许多 对上我的视线时忽然就不心虚了 相反变得理直气壮 第八章总义 你到底要闹哪样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 现在是我成为影后的关键 如果这一次我拿不到 那么意味着我又要再等上一年 从前的你不会这样 对于我的梦想 你一直都是支持的 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真的变了柳如烟理直气壮的责怪我 却丝毫不提他和江炎 各种暧昧不清的互动 我给你熬的粥 你端到他面前献殷勤 到现在又要责怪我 见我迟失不肯松口认错 也不愿意低下头继续哄着他 他改变了策略 他的身子靠在我旁边 手也慢慢解开衣裙 这段时间是我忽略了你 那个只是同事之间的互相含蓄而已 你不要误会 他说这就要上来亲我 手也开始不安分地到处乱摸 此刻的我却只觉得恶心 他什么时候变成了这副模样 明明是情侣情到深处的举动 现在却被他搞得像是交易 我推开他 一言不发下了车 系统的声音又传了出来 你还是要执迷不悟吗 他的表现和反应 已经很明显不爱你了 为了这么个女人 真的值得吗 我沉默不语 系统说得对 他的各种变化我看得出来 但我在一些细节里 能感受到原来的他 夜晚我没有回家 手机里安安静静 唯一谈出的消息 是他们的花边新闻 柳如妍和江炎 相约一起去了迪士尼 两个人被拍到举止亲密 现在的他们已经冲上热搜 热度如此之高 打开和他的聊天框 里面的最后一条消息 是上一次我发的 如烟 晚上我给你熬了皮蛋瘦肉粥 是你喜欢的味道 没有在犹豫 我从我们的回忆录里 掏出一张互相亲吻的照片 发给狗仔 既然他不愿意官宣 那我来 狗仔传消息很快 我的名字也已经和他们一起 冲上热搜 三角链的关系复杂 刹那间所有人的资源 都多了许多 柳如妍看见新闻后 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为什么要把这些照片放出去 你知不知道 现在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的反应 你迅速发微博澄清 说这个女生不是我 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心 而是责怪 我突然间有了想法 如果官宣照片 发的是她和姜妍 她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表现 我的经纪人 发来综艺节目邀请 这个综艺节目的导演 不知道从哪探听到了 我和柳如妍的关系 为了热度 她同时邀请了我和柳如妍 另外一个则是姜妍 我们三个人的热度加起来 可以直接让这档节目收视率 上涨到一个新的程度 退役知名歌手 现任著名演员 和影后的曲折三角链 这几个标签融合在一块儿 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 都足够吸引眼球 综艺节目邀请你 你记得拒绝 我现在之所以和姜妍 绑在一块 只是为了增加群众的好感度 等到我拿到影后 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了 柳如妍继续发来短信 言语之间都在恳求 好像生怕我上了这档综艺节目 就会发生她并不想看见的 我原本不打算答应 但看见柳如妍的反应 我突然就想答应了 我点进聊天框 发了好 人不能总活在虚妄之中 我需要真相 第九章选择 或许柳如妍 根本不是我所想的那个样子 我忍不住这么想 手机开始不住地抖动 柳如妍来心事问罪了 我直接把手机关机 断绝了和外的一切联系 我曾经答应过柳如妍 为她唱十首歌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首 我原本准备 在我们的婚礼之上 唱出这首歌 但现在总觉得 这首歌不合十一 既然如此 那就重新创作一首吧 无论我们的结局是什么 我承诺过的事情 从来都作数 综艺节目的内容很简单 只需要通过导演安排 参与到各种农田活动里面去 每一个队伍 都可以自由挑选队友 双方同意之后 就可以组成新的队伍了 我来得比较晚 队伍已经成型 我和一个名气较小的演员合作 而柳如妍 则是在第一首的时候 就选了江妍 两人互相选择 网友们直呼双向暗恋 而我成了人人喊打的小三 但我不在意 我只在意柳如烟 在意她是不是真的要忘记我 又或者是 移情别恋 节目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要去帮农村大妈 给菜地采摘农作物 第一个完成任务的 有丰富大餐 所有人在一片田地当中 现实采摘 柳如烟五指不沾阳春水 江妍同样 两个人笨手笨脚 半天都摘不出一个像样的东西 但柳如烟有胃病 如果这餐饭吃不好 估摸着胃病又要发作 我将自己队伍的菜都摘好 转身默默替柳如烟摘菜 一瞬间 所有人又都被我的举动惊到 柳如烟得意挑眉 她是我好朋友 从小照顾我习惯了 大家别误会 我的手停顿了一下 半场又积蓄 脑海中系统的声音 又响起现在的她 可不是完全没有记忆的她 你确定她的举动只是因为我限制她的记忆吗 系统问的我又何尝不知道 但我觉得我爱的那个柳如烟不是这样的 都说不撞南墙不回头 其实我也是 休息时间 柳如烟让人带我去了她的房车 我正好也想和她好好谈谈 好好聊一聊这段时间的异常 聊聊我们的感情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再继续这样下去 或许我这条命就要在这交代了 但我并不想柳如烟担心 所以闭口不谈 我觉得我们最近的感情出了点问题 如烟我在她对面坐下 她却头也不抬看着手机 我余光一瞥 对面的人又是姜妍 你是不是该好好听听我说的话 压下心头怒气 我还在试图和她好好交流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是你太过疑神疑鬼 她终于放下手机对上我 眼睛里是对我的不满 我瞬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节目还在继续 将闫和柳如烟越来越默契 两个人的CP粉逐渐壮大 他们每一次撒狗粮 我都会紧跟其后 被人骂是恬不支持的小三 节目之上和我搭档的人 突然临时有事 于是所有人重新组队之后 我依旧是落选的那一个 柳如烟毫不犹豫地 在纸片上写出姜妍的名字 写完之后还捂着面娇羞地笑 所有人都在起哄 轮到我时却一片寂静 第一是张祝安 不好意思 导演 我来晚了抬起头 面前装发轻力的人是祝安 我有些愣神 怎么会 她是我从小的伙伴 但她的另一个身份 显然更见重要 她也是攻略者 可是攻略者只能留在自己的世界 不可能出现在别的地方 两个攻略者在同一个世界出现 是巨大的bug 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站了起来 祝安按着我的肩膀 力气大的吓人 让我即将出口的话 又咽了回去 看到我就这么高兴 我不清楚 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 我的攻略世界 但我知道 她是来帮我的 发什么呆 我的好队友 祝安坐在我身旁 将手中的茶水递给我 示意我润一下嗓子 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旁边的人都开始猜测 我和她的关系 柳如烟的脸色也变了变 通过了解 我知道了 祝安在这个世界的身份 她是一个刚出茅庐的小演员 这一次不过是被邀请过来冲竖的 祝安 你到底来这干什么 一段拍摄结束 我拍了拍祝安的肩膀 却被她没好气地甩开 你还敢说 再我不过来 你这条命就陪在这儿了 她还是和从前一样毒舍我 但我知道她刀子嘴豆腐心 她怕我死 正准备叙旧 柳如烟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出现 手里面提着的 是我曾经说过爱吃的绿豆糕 修彻 过来吃糕糕点摆在面前 香味还在 一看就是找人专门买的 我挑了挑眉 有些不明所以 我还以为她已经逐渐忘记很多事情了 绿豆糕这种小事还记得是出乎我意料的 柳如烟坐在我身边 忽然变得和从前一样温和 修彻 我今天突然想起了许多事 你曾经说过我生日的时候要陪我去看江的 虽然还没到我生日 但你今天能陪我吗 我有些喜出望外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柳如烟忽然记起了这些事情 但是我猜这可能和祝安的出现有关 柳如烟抓紧了我的衣袖 眼神从祝安身上飘忽不定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是为什么 是啊 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要刺激一下她 开心之余却因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我却怎么都说不出口 柳如烟做单人采访时江言忽然找到我 她吊刀锒铛靠在门口 眼里对我的敌意隐藏不住 你不过就是一个过气歌手 有什么资格站在柳如烟身边 她这种级别的女明星只有跟我在一起才算是好 我们两个的资源互相交融帮助 娱乐圈半壁江山都是我们的 真不知道你这种懦夫还要缠着她多久 她根本不爱你 你却还以为她是诗意 我敏锐地抓到她话里的字眼 正想问得清楚 却忽然被柳如烟打断 清脆的巴掌声响彻休息室 江言的脸歪向一旁 白金的脸上也浮现出红色的印子 她抬起头有些难以置信地看柳如烟 就连我也有些惊讶 这一巴掌来得突然 第一十一章隐瞒 你有什么资格说羞彻 她是我的人 我和谁在一起是我的事 闭上你的嘴 不要再让我听见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柳如烟发如此大的怒火 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维护我 但我却从她的话中听出了一丝不对劲的意味 江言和柳如烟 这俩人到底有什么秘密是瞒着我的 为什么江言会知道失忆这件事情 一切都扑朔离奇 江言愤愤地离开休息室 柳如烟轻腻地挽上我的胳膊 不要听她瞎说 这段时间是我对你太过忽视了 你不要离开我 好不好 柳如烟对上我的视线 眼睛里全是占有欲 那个祝安是你认识的人吗 为什么我感觉你和她的关系不一般 她终于问出了口 我这下彻底确认 她的改变到底是为什么了 原来是因为误会了我和祝安的关系 我也正想开口解释 祝安突然靠在门口 笑容玩味 你不是都要失忆忘记一切了吗 怎么还抓着羞彻不放 祝安说着说着就走上前 将我的手和柳如烟的手分开 随后将我拉在身后 决定不要的东西就别后悔 祝安话音刚落 柳如烟的脸色就瞬间变黑 只有我不明所以 还没等我做反应 我就被祝安拉出了休息室 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甩开她的手问她 却得不到回答 羞彻 为她已经赔了一条命了 这还不够吗 你的命用来换她一个月的延迟失忆 你真的不会后悔吗 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我有些发猛 下一刻她的身影直接消失 系统突然出现 熟悉的机器音 让我听起来格外的烦躁 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我还可以给你机会 放弃吧 你不可能成功的我下意识拒绝 我会成功 你不用多说什么了 她叹了口气 接着也消失不见 节目安排我们每个队伍 要互相喂吃的 但是却不能用手 这一看就知道 是专门为柳如烟和姜岩准备的 毕竟CP粉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但之前定的节目规则 是彼此互相选择队友 在这一次节目开始之前 也依旧互相进行选择 这一次柳如烟没有犹豫选择了我 江岩被拒绝 而我和祝安依旧互相选择 柳如烟知道结果之后 似乎很是意外 在看到我和祝安 紧紧绑在一块的手之后 更加生气 节目录制过程当中 频频耍黑脸 江岩跟在她身后一言不发 游戏开始 祝安开始慢慢摸索 喂我吃的 由于蒙上了眼睛 所以她的手 只能在我身上乱摸 余光中我看见柳如烟的脸色更沉了 她直接打落江岩递给她的青蹄 直播综艺只能中断 但评论区已经一片骂声 关闭直播之后 我被她拉进了休息室 为什么不选我 你和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她正质问着 江岩突然推开门 我有事找你 关于上次你跟我说的事情 我有决定了柳如烟放下我的手 双眼突然发亮盯着江岩 准备跟着她走时 还不忘让我在原地等她 我拉住她的手 原本以为有助安的刺激 对她恢复记忆有帮助 但总感觉她有事情瞒着我 我却又说不出来 第一是二章崩溃 什么事 我问她 却被她一把甩开 留给我的又是她和江岩的背影 最近的一切都很乱 但只有一件事情是好的 那就是如烟似乎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东西 我回到家时 她正下厨 厨房里面摆弄的都是我爱吃的菜 她带的厨金是我们一起买的 她说这个小兔子图案很好看 修彻 我很想你 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掉了泪 眼里是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心疼地替她擦干净 用力抱着她 熟悉的味道蔓延鼻尖 这是从前我们每天都会干的事 互相拥抱 互相诉说爱意 你是不是想起了所有 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她替我加菜的时候 一将而后点点头 我开心不已 放下碗筷就开始抱着她转圈 这些日子我每天都在担惊受怕 但这一切都在她说她记起来时消散了 洗澡时我却发现我的生命依旧在流逝 并且流逝速度更快 我慌张地问系统是怎么回事 但却听不到一点声响 带着疑惑 我拥着柳如烟睡去了 第二天我是被尖叫声吵醒的 柳如烟抱着被子跪坐在地 看我的眼神满是慌张陌生 你是谁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她咆哮着 话都说不利索 整个身子止不住地颤抖 我下意识就想去把她拥在怀里 却没想还没等我碰到她 她的反应就更加剧烈 我已经报警了 你不要对我做什么她满脸泪痕 看起来心碎万分 你不认识我 我艰难地从口中吐出这几个字 心中不安更加 柳如烟点点头 眼神当中全是恐惧 这不是我认识的柳如烟 我知道 一切都乱了套 明明昨天晚上还恩爱如初 我以为我成功了 我以为她已经完全记起我了 我以为我终于可以和她白头到老了 但是我错了 原来不过是回光返照 难怪我昨天问系统她不出现 这些她早有预料 原来系统根本不会允许 有任何偏离剧情之外的东西出现 我对她做的交易完全只是个笑话 你别怕 忘了我就忘了吧 我不靠近你了 你好好的就行 我抬起头 面前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柳如烟 她还是她 但她又不是她了 现在的我 甚至是想触碰一下她都不行 柳如烟真的如她所说报了警 在警察破门入的前一刻 朱安又出现了 她每次总是会在恰当的时间出现 拉我一把 我被她带入了空间 她的发丝随风飘荡 在她面前 我根本装不出来开朗的样子 我摊坐在地开始崩溃 一切发生得太快 睡醒之前 我以为已经到达结局 却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她为什么会突然间忘记跟我的所有 明明之前 还都只是阶段性的忘记 朱安陪我坐在地上 她的语气冷淡 你有没有想过 或许这个世界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其他并不知道的系统 她这一句话来得没头脑 我根本不懂她的意思 第一是三张放手 她歪着脑袋看我 大大的眼睛里 倒映着现在狼狈的模样 修彻 你只是攻略者 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 想修改系统程序呢 哪怕是粉身碎骨 都要为了她付出一切吗 朱安问我 我笑了笑 爱情这个东西 其实什么事情都是出乎意料的 爱更可以让人付出一切 那是因为我觉得她值得 所以哪怕拿命去换一个和她有结果的可能 那也万所不辞 朱安摇摇头 她眼里的破碎一闪击过 回去吧 警察走了 她将我带出空间 来到一处郊外的房子 这里所有设备应有尽有 硕大的房子只有我一个人 我满脑子都是柳如烟 跪坐在地上的模样 她是那样脆弱陌生 原本她不应该这样的 是我迟迟不愿意放弃 是我不愿意还给她她原本的事件 我想去找柳如烟 但又怕吓到她 最新的一条热搜是江炎英雄救美 柳如烟房中入侵未知男人 江炎带着警察冲进房子 救下柳如烟 他们两人的名字和照片抱上头条 所有人都在说他们狼才女貌 心痛到窒息 一切都太不对劲 有许多偏离剧情发展的事情 也有许多我根本解释不清的事情 我的脑袋很乱 生命依旧在慢慢流逝 离一个月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我却还是不想放弃 我问系统是怎么回事 但她却说她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于是我花高价买来柳如烟的形成路线 按照她的路线提前等待 只想让她看着我的脸 能稍微记起我一点 前两次每一次都会被她报警抓走 但我每次都能利用系统逃脱 如烟 皮蛋瘦肉粥 你喝嘛 又一次飞机上 我在她身旁的位置坐下 她吓了一跳 立马挥手就要叫空姐 我并没有恶意 从前的我们不是这种关系 我只是想让你记起我 稍微记起我一点点而已 我声音无力解释着 正准备继续逃跑 这一次柳如烟却并没有叫人 我抬起眼看她 她只是点了点头 我虽然不知道你到底是谁 但我感觉你是好人 她接过我的皮蛋瘦肉粥 喝了一口 又继续说 我听不懂你说的什么恢复记忆 我并没有失去记忆 我的记忆里 人生里并没有你 我觉得你就是不太正常 如果你没有钱 我可以给你 你去看看吧 她一口一口地喝完 与其温和 我有些恍惚 从前的她也是这样的 温和善良 但她还是没有记起我 哪怕是一点点都没有 生命流逝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你已经快死了 还是这么执迷不悟吗 跟我走吧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系统在我耳边吵得不行 我一一无事 某天我睁开眼 照例打开热搜 里面赫然是他们在一起的消息 江言和柳如烟告白 柳如烟答应了 仿佛是在提醒我 该放手了 照片上的柳如烟 美得不可放物 她笑叶如花 眼里满是渴望 这曾经是我最想干的事情 我想和所有人宣布 我和她在一起 第一是四张短信 我也想带着着她 办旅游婚礼 去世界各地旅游 她其实是一个 热爱自由的人 但后来她说 想成为影后 想让自己的照片和视频 传播到全世界 我和她的隐私账号里 全部都是回忆 我退出登陆 再也不想多看一眼 影后的筛选迫在眉睫 柳如烟借助CP粉和新电影的热度 一举登上影后的宝座 现场直播时 江言正坐在下面等待柳如烟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 柳如烟抱着奖杯下来时 江言单膝下跪 手里是戒指 你愿意嫁给我吗 让我照顾你一辈子 所有人都在起哄 直播间里的所有人 都在疯狂发在一起 是弹幕太多了 我才看不清东西的吧 我没有看柳如烟的回答 闭上了眼睛 我愿意我听见她的声音 轻轻柔柔带着开心 我承认我是自私的 明明知道已经不可能了 但我却还是想要再见她一次 她穿婚纱的样子 我还没有见过 那就偷偷看一眼吧 看一眼再消失 我也不会那么遗憾了 如果是别人 还可以说下辈子在一起 但我不一样了 这一次再见 就是真的消失了 忘记我了也好 这样她就不会难受了 婚礼安排得很快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柳如烟的意思 但她这种急性子的人 这么着急倒也在情理之中 婚礼当天 我柳妆打扮进来了 如愿以偿看见了柳如烟 她一袭唇白婚纱 美得像的精灵 这套婚纱是当初她最喜欢的 我还记得在沙发上 她靠在我的怀里 修彻 结婚的时候我要穿这套 我穿上肯定很好看 那时候我点点头 幻想着以后的快乐日子 现在她穿上了这套婚纱 但嫁的却不是我 有些好笑 我看着看着就掉了眼泪 我不是一个喜欢掉眼泪的的 但我心实在是太痛了 有什么比眼睁睁 看着我最爱的人 彻底忘记我更痛苦的是吗 警告 警告 攻略者的生命已经消失殆尽 根据交易 攻略者将意识消散 死前自愿把过往获得的所有的生命值都交给我 从此刻灰飞烟灭 我能感受到身体的疲惫 也能感受到自己的精神已经越来越衰弱 我惨然一笑 这一次 我是真的要死了 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 我最后一次登陆上我们的账号 把里面的东西全部看了一遍 然后给柳如烟编辑了一条短信 如烟 见字如物 或许你已经不记得我了 只觉得我是一个很恐怖 精神不太正常的私生犯 我承认我是自私的 你现在忘记了我 也可以好好生活下去 是我自不量力 想要对抗剧情的力量 哪怕用我所有的生命当赌注 我也想换一个可能 换一个你能记起我的可能 因为我的自私 我迟迟不愿意退出你的世界 现在让你和姜妍能够正常交往 所以才让你担惊受怕 才会让你的生活一团乱马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过 你和我在一起的日子 但现在不可能了 我只希望你的以后能幸福快乐 抱歉我没有告诉她 我明天会去她的婚礼现场 看她最后一面 也没有告诉她 我的生命会在她戴上戒指时 彻底结束 第一十五章真相 我已经很虚弱了 但还是准时准点进到了婚礼现场 姜妍给她的婚礼很大 看得出来很用心 果然是这个世界的小说男主 她和我一样巴不得 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她 既然这样 那我也可以放心了 我看见柳如烟 穿上纯白无暇的婚纱 一步一步走上台 姜妍满眼爱意地注视着 两个人加起来非常的般配 四姨开始说婚礼誓言 姜妍慢慢地拿起戒指 我闭上眼 准备接受生命的结束 修彻 我爱你 回来吧 这是错觉吗 为什么我会听见柳如烟的声音 感觉到口罩被人轻轻拿下 我睁开眼 面前是泪眼婆娑的柳如烟 我想起来 修彻 你不要离开我 我记起来了你了 我们好好生活好不好系统有些意外 这不可能 她不可能突破我的控制想起你 她是属于男主的 她的电子音淒厉地喊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系统说 柳如烟成功记起了我 她突破了系统的安排 我傻傻看着眼前的柳如烟 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我得救了吗 祝安忽然出现在柳如烟的身后 眼神计讽 我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却被柳如烟一把拉住 修彻 我真的想起来了 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我不能没有你 也不想失去你 她带着哭腔 肩膀不断抖动 那一刻 那些破碎的片段拼接在一起 真相 昭然若是 我轻轻推开柳如烟 如烟 到底是你想起来了 还是你根本没有忘记过 是忽然想起来了 还是其实 她从来就没有忘记过 我们的所有回忆 还是她明明一直记得一切 也知道我的担惊受怕 知道我的努力 只是她没有选择我 她选择的是江岩 选择的是另外一条 她没有体验过的路 她主动和江岩走到了一起 我颤抖着手打开手机 登录上我们的共同账号 点开登录记录 上面显示的是 两天前柳如烟登录过 但那时她表现得恨我入骨 我们的所有 她都已经完全忘记 既然忘记 又怎么会想起这个账号密码 又怎么会去点开 一条又一条的记录看 这些记录被我放在她面前 柳如烟 你是不是 根本就没有忘记过我 柳如烟停了下来 她眼神闪躲 只抓着我的手不肯放 没有 修彻 我没有 我真的忘记了 我刚才才想起来的 她正解释着 江岩下来一把拉过她 看我的眼神 好像想把我千刀万挂 记得又怎么样 她没有选择你 她不过是可怜你罢了 你都要死了 还要过来恶心人 故意给她发的那一条短信 不就是在装可怜 一次次的道德绑架 让如烟爱上你 你到底有什么资格 让柳如烟这样 江岩一字一句 说得义愤填膺 说到最后 直接被柳如烟 打了一巴掌 一切都安静了 只有柳如烟的抽气声 我错了修彻 我是没有忘记 之前是我鬼迷心窍 让你这么难过 我现在知道了 我的心里只有你 她磕磕巴巴说着 眼睛红彤彤地求我原谅 我失望至极 第一十六章失望 如果你想体验 没有体验过的人生 你可以直接和我说 如果你需要新鲜感 想要和别人在一起 体验原来的小说剧情 那你也可以和我说 但是你最不应该的是 骗我 用失去记忆来骗我 一次一次 拿这个当挡箭牌 来让我原谅你 让你自己心安理得地 接受我的付出柳如烟 你可真让我恶心 我恶心地说不出话 其实我早就抓到 许多蛛丝马迹 但只是我不愿意 相信罢了 就在昨天 我亲眼看见登陆记录 才不得不相信 原来柳如烟 根本没有忘记过我 他只是不爱我了而已 柳如烟 不爱我了可以 但你千不该万不该利用我 也不应该为自己找借口 我错了羞彻 我真的知道错了羞彻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被系统蒙蔽了 我是爱你的 我只是被系统蒙蔽了 我是爱你的 柳如烟跪坐在地上 拉扯着我的衣角 我是真的爱你的 你都愿意用生命来爱我 就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吗 我已经知道错了羞彻 我们以后好好的好不好 我推开他 再也不想看他一眼 那些我以为你失去记忆的每一个晚上 你都在和姜妍暧昧不清 我亲眼看见你对他献殷勤 亲眼看见你否认我们的关系 甚至在温存后 把我赶出家门柳如烟 你就是这样爱我的 他的眼泪和不要钱的珠子 一样往下掉 最后又轻轻地拉住我的手 羞彻 你能不能再爱我一次 一次就好 我绝不辜负你 羞彻 不要抛下我 求你 不可能了 柳如烟 我再也不会爱你了 我能感受到的生命 忽然停止了流逝 我不明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柳如烟 终于爱上我了吗 正怎么想着 系统糊的又开始说话 柳如烟没有心 她爱的只有自己 救了你的 是祝安 我偏过头 祝安坐在椅子上 静静地看着 见我看她 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什么看 总不可能真的让你 因为一个女人 放弃生命吧 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可能 我焦急地询问 可你是拿什么换的 你和系统 做了什么交易 我体验过 和系统做交易的感觉 她八股稀碎 掏走攻略者的 所有剩余价值 没什么交易 不过是把我的命 给你换了一半 不过这可是要你还的 以后多做任务 还给我 祝安说得轻松 但其实每一次 和系统交易 我们都冒着巨大的危险 如果我没有猜错 第一次我在医院醒了时 就是祝安救的 她好像从小就这样 只做不说 性格冷淡 好像什么事都不在意 但却又非常可靠 谢谢你 祝安大恩不言谢 可现在的我 除了说谢谢 别无其他 喂 你又和那个破系统 做什么交易 祝安走到柳如烟面前停下 蹲下问她 我疑惑不解 耳里的系统 却连连否认 我没有和她交易 祝安吐了口唾沫 有些无语 第一是七章后悔 世界上除了你 不是还有一个吗 你的死对头 这么快就忘记了 系统突然开始尖叫 我这才知道 原来系统也有死对头 柳如烟 不是和我们的系统 做的交易 那就是另外一个了 我没有 我听不懂 我劝你好好说 要不然我没耐心了 可不会和修彻一样 对你那么温柔柳如烟 无助地抬起头 可怜兮兮地看我 我皱着眉头 只觉得恶性 那个系统说 我是这个小说世界的女主 我可以和江炎 有很快乐的一生 而修彻是外来入侵者 她说 我可以自己选择 想过什么样的人生 祝安顿了顿 接着笑了笑 所以你选择了江炎 这一条你没走过的路 柳如烟沉默了 紧接着 祝安又拿出一大堆资料 我凑过去看 却发现 是江炎这些年 玩过的女人 包括她干的 见不得人的生意 怎么样 我现在告诉你 你这条路选错了 柳如烟 抱着资料到处翻看 原本义愤填膺的江炎 此刻已经没了声音 她不敢对上 柳如烟的质问的目光 也就修彻这个傻子 愿意为了你放弃一切 永远都别去想 自己没有体验过的路 是不是多么美好 你又怎么知道 那不是一条 像死的地狱路 经历过这一切 我只觉得很累 一切都不是 我最开始想的模样 我当初那么爱的人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模样 我已经不想再一次次 去各个世界 完成任务了 柳如烟在被揭穿后 开始后悔 一次一次给我 发短信求和 更甚至不厌其烦地 堵在我家楼下等我 从前我想要的一切 她现在都如数给了我 她和所有人 宣布和我的关系 更甚至是自己去举办 属于我和她的婚礼 她阵仗很大 哪怕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一场 没有新郎的婚礼 她身上穿的纯白婚纱 是当初我和她一起挑选的 手里的捧花 更甚至酒店的安排 都是我从前提前规划的 我错过了一个很爱的人 现在只想弥补回来 让她重新爱上我 跟我一起白头偕老 这些她做得游刃有余 但我已经不需要了 有些东西错过了 当时再出现 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从来敢爱敢恨 我爱柳如烟 所以愿意包容一切 但我现在不爱她了 我只觉得她烦 朱安带着我去了小时候 一起生活的地方 在这里的人 从小就是攻略者 我们从小的任务 就是去不同的世界 完成系统的要求 我们不知道系统到底是什么 也不知道哪一个世界 才是真的世界 我们生命无穷无尽 只要完成这些任务 就会一直活着 每一个攻略者 拿到的任务都不一样 也有不少攻略者 和我一样 为情所困 也付出了一切 从前我不懂 现在懂了 却后悔了 修彻 这是我最后一次 给你发信息了 我发现没有你的生活 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找不到你们 所谓的系统世界 是不是我死了 就可以找到你了 那第18张皮囊 我惊出一身汗 倒不是怕她死 而是害怕她的世界 会因为女主角的消失 彻底崩溃 每一个世界 都只有一个男女主角 所有人都是为她们服务的 一旦她们有一方消失 世界就会开始崩溃 我找到柳如烟的时候 她正在吃饭 一点都看不出来 是要自尽的人 你来了 修彻见我出现 她热情地安排我坐下 仔细一看 她穿上的是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衣服 我不会爱你 既然你选择了江岩 就应该好好和她生活 柳如烟红了眼睛 可我后悔 我只是一时间 鬼迷心窍 羞彻我坚定地摇摇头 这不是我要的爱 我要的爱 必须和我一样坚定 不一才叫爱 那你陪我吃最后一顿饭吧 好嘛 柳如烟祈求着 说吃了这顿饭 她就会好好地重新生活 我松了一口气 坐下开始吃 可没吃几口 就开始头晕目眩 在失去意识前 我看见了 躲在黑暗地方的江岩 我的意识处于黑暗 前方是模糊不清的 电子数据 系统 她给我的感觉很陌生 总好像是我所不熟知的系统 修彻 你是优秀的 为什么要跟着她呢 跟着我 我可以让柳如烟和你在一起 甚至可以让你取代江岩 成为新的男主 这下子我明白了 原来这就是系统所说的另外一个系统 之所以拥有我们这种攻略者 就是因为你在到处扰乱各个世界的安宁吧 她大笑 十分不屑地开口 世界本来就有她自己的运行法则 要你们这些人干什么 规规矩矩 死死板板 有什么好 我不想多跟她牵扯 直接拒绝了她的请求 你找错人了 我可不是你们这种人话音刚落 肉体突然传来刺痛 我睁开眼睛 却发现江岩生将小刀刺进我的手 剧烈的疼痛让我流出冷汗 江岩身后视柳如烟 她瞥过眼不看我 舒服吗 羞彻 系统给你脸 你为什么不要脸 成为我们的一员 不好吗 我们本来就是主角 偏偏你们要阻止我们的计划 我忍痛继续开口 不过是取了别人的皮囊 居然妄想真的取代 面前的两人明显一愣 好像是被我戳到痛处 果然 我猜对了 真正的小说世界 主角灵魂早已被剥夺 剩下的这两个人 早已不是原来的他们 你不是想知道 我和系统的交易是什么吗 一直沉默不语的柳如烟开了口 他漫步走上前 系统说 要么让你和我在一块 成为我们的一员 要么就把你杀了 一绝后患 你不是很在意小说世界吗 那大不了我直接换个皮囊 这个皮囊自杀而亡 你觉得这里的世界 还能正常运行吗 柳如烟颠狂万分 逐渐变得面目猙獰 我再问你一次 要不要和我在一块 他蹲下来问我 手不自觉地摸上我的脸 不可能 柳如烟 杀了我 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 我的脸直接被他打歪 活啦啦地疼 不知好歹 柳如烟低头骂着 江炎笑了笑 拿着另外一把小刀 走上前 我闭上眼睛 这种死法 是我最没有想过的 第一十九章 如果 两个废物都打不过 白活这么久了 朱安的声音传进耳朵 睁开眼 他依然是一副淡然的模样 好像什么事情 都不能让他 有什么别的情绪 但每次他都能正好出现 小时候记忆里的他 不是这样的 那时的他总爱哭鼻子 完成不了任务后 总是被人嘲讽 我就是那个时候 出现拉起他的 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来自什么地方 也没有家人朋友 于是从那天开始 我们成了彼此最后的依靠 你来得正好 正好一起解决了 也懒得我再去找你 柳如烟嚣张万分 看朱安的眼神满是恶意 我被吓了药 此刻浑身没有力气 只见江炎拿着小刀 就冲了上来 他的速度很快 直接朝朱安的胸口刺去 朱安躲开 江炎扑了空 我急得不行 却又没办法帮忙 终究是二对一 我担心朱安出事 柳如烟蹲在我身旁 不知为什么眼睛里有泪 你爱的不是我吗 他死了就死了 自从他出现 你就不一样了 你知道吗 羞彻 我们可以白头偕老的 只要你愿意心甘情愿跟着我 我本来就已经安排好了 让你爱上我 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就永远都不会分开了柳如烟的手 慢慢地扶上我的脸 那里还留存着他之前 山巴掌的痛感 痛吗 你有我的心痛吗 我眼睁睁看着你那么难受 还要去和江炎完成任务 但我后面才知道 你这个笨蛋用自己命来换我记起你 他说着说着就越来越激动 直接一把抱着我 答应系统吧 我们就再也不会分开了我靠近他的耳朵 恶狠狠地咬了一口 一瞬间血腥为蔓延口腔 柳如烟亮亮呛呛推开我 眼睛里满是难以置信 栽在你手里是我蠢 我不可能答应你 我被柳如烟从地上拉了起来 脖肩出现一把银刀 停下来 朱安被柳如烟威胁 只能无奈停下 眼看着江炎就要对朱安下手 我用尽全身力气向后仰 柳如烟并没有用多大力气 或许是觉得我中了要效 根本不会有反抗的余地 朱安接住我 场面越发紧张 抢占人世界主人的身体 这就是你们系统的能力吗 我稳住心神 嘲讽开口 所谓的霸占 不过就是压抑住原主角的灵魂 如果灵魂苏醒 你们还能压得住吗 我的话音刚落 柳如烟和江炎的脸色就突变 他们并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一切 抓到他们软肋后 此刻的他们开始手足无措 时间差不多了 江炎和柳如烟开始蹲在原地 抱头痛苦呐喊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原主的灵魂已经要出现了 这是我和系统的交易 也是把他们逼出来的唯一办法 主角是有生命的 他们有自己的灵魂和想法 并不能完全被抹杀 但作为我的交易代价 我要继续穿梭在各个世界当中 抓捕和他们两人一样的人 柳如烟抬起眼 泪水模糊实现 羞彻 对不起突然心头一酸 这句对不起或许是我一直在等的 其实像我这种没什么追求的人 如果他一开始向我说实话 一开始就和我坦诚相待 或许结局就会不一样 但没有如果 第二十章陪伴 片刻后 真正的柳如烟和江岩猜回来 我和朱安送他们到了该回的地方 恢复了这个世界的秩序 我和朱安靠在江边吹晚风 风轻轻揉揉的 这些天的烦乱好像都被解决 你拿自己的命换我的命值得吗 你这么一个惜命的人 不像是你会干出来的事 不像是你会干出来的事 朱安摇了摇头 什么都不打 夕阳打在他的脸上 看起来一片柔和 系统发来攻略任务请求 我想我的旅程要继续了 朱安翻外 我叫朱安 是一个攻略者 我从有记忆以来 就一直穿越在不同的世界 完成一个叫做系统的东西安排的任务 每一个任务都不一样 我就这么枯燥无味的过每一天 在我们这个攻略者的世界里 没有什么所谓的公平 想要有更多自由和权利 就只有更好更快地完成每一个任务 还记得小时候我总不爱说话 慢慢地就开始被所有人孤立 那些人的拳头和嬉笑辱骂声 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 我想过反抗 可根本就无济于事 后来某一天 有一个笨蛋出现了 他说他叫修车 我蜷缩在地上发抖 听见了他叫我的名字 朱安 你就是朱安吧 我知道你 那个新来的不合群的人 我抬起头 从来没有觉得那天的太阳 是那么的温暖 我们都没有家人 那就当彼此的家人吧 我鬼迷心窍答应了 每一次任务结束 我都会偷偷去他的攻略世界看他 他很厉害 系统给的任务 都可以很出色地完成 但每一次任务成功后 他都会大罪一场 他经常和我说 朱安 你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为了什么呢 我攻略了那么多的世界 那些主角 其实都只需要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爱 他们说 爱可以拯救一切 我陪着他一隐而进 看着他空洞的眼 骂了一句笨蛋 我想 我也是需要爱的 爱也不是随便就可以获得的 它是有特定性的 就好比我 我其实想要的爱 是他给的 我总是会想 他见过那么多的人 经历过那么多不同的人生 会不会也想有一个家能休息 会不会也想好好地爱一个人 于是我总是跟在他身后 直到最后一个攻略世界 他好像爱上了一个叫柳如烟的女人 我亲眼看见他为了他放弃生命 傻傻地和系统换一个月的时间 亲眼看见他一次次地崩溃 他说 没有什么是比爱人一次又一次地 渐渐忘记他更难受的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告诉他 其实我发现柳如烟没有忘记记忆 他只是不爱他罢了 我也旁敲侧击地告诉过他 但每一次他沉默不语 我想我懂了人类口中的那就好 他们说清醒沉静是最高级别的爱 他其实知道柳如烟的各种不堪 但还是选择义无反顾 后来我没办法 只能和系统交易 我有我从前攻略的所有任务成就奖励 和未来的所有成就 换和修彻共享生命 把我的命换一半给他系统的冰冷 及其音传出笑 他警告我说 他不爱你 你付出的这一切就没有意义 我摇了摇头 怎么会没有意义呢 我爱他不需要回报 看他幸福快乐就好了 想什么呢 修彻的声音忽得出现在耳后 我转过身 他刚完成攻略任务回来 手里提着我爱吃的桃花饼 给你 别再说我不在意了 我可是第一时间就回来了 我笑着结果 心里满是暖意 我想 未来还有很长很长 我不奢求和他有结果 无论以什么样的身份 我只想陪在他身边就好 全文完